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DE 今天來講講一款有點冷門的遊戲 德米安傳奇 海盜聯盟 其實原本我早就忘記這款遊戲了 但不知道為何被當作客服窗口 開服前後都還有人問我問題 這間廠商是否該付我工資了呢? 遊戲開發與應運為韓國的Hanging 全球同步於4月13日正式上架 目前該公司旗下最熱門的遊戲 就是2021年推出的天天玩樂園 唯一款角色扮演的派對遊戲 在台灣還意外的蠻受歡迎的 玩法本身是回歸較為純粹的休閒娛樂 而角色可愛淘氣 遊玩難度門檻低 作為直播的觀察性也很好 還能與觀眾有良好的強互動 深受很多直播主的青睞 目前這類玩法的頂端就是Minecraft跟Roblox 本著沙盒遊戲的無拘束性 能讓玩家發揮創意 不斷的無限拓展 延伸出大大小小的各種玩法 而這其中帶來的流量與商機 都是難以估算的 想必未來也很難被人超越 而後來爆發新冠疫情 影響了大多數人的外出意願 使得更多派對遊戲也加入市場 像是在2020年有極高討論度的糖豆人 或者隔年的兒壓殺 還有18年推出時並不太受關注 卻搭上這波浪潮起飛的太空狼人殺 而不意外的話 近期網易在中國熱門的淡宅派對 應該也會強勢出海來搶一份飯碗 那接著來講講本次的遊戲 劇情開始於 傳奇的海賊王在世界的某處 藏了一個One Piece 一個大祕寶 在殭屍之時向世人揭開了這個祕密 於是全世界的海賊都沸騰 阿不對我拿錯了劇本 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各種聖遺物 蕴含著強大的力量 可以讓持有者獲得不可思議的能力 而其中最強大的聖遺物 德米安更具有難以估量的能量 傳說中只要得到它的話 便能耗力天下主宰世界 而如今它正沉睡在世界的魔術 等待被發現的一天 於是基於寶藏與力量之人 紛紛組成了海盜團 踏上旅程尋找這個傳說的大祕寶 而這個世界正式進入了大海盜時代 這故事有沒有跟害賊網友87發像 其實原本還蠻開心的在欣賞劇情 雖然劇情本身挺爛俗的 不過畢竟偶爾聽到韓文配音感覺也是蠻好的 但可惜的是遊戲只有初期有配音 然後就馬上經費燃燒殆盡 回歸到角色圖片晃動跟純文字的PPT演出 導致觀賞體驗直接下滑 而都到了2023年了 想必廠商對放置玩法的理解 一定是別出新才 具有創新潛新影 並沒有 依舊是劍遠那一套 而現在新年的放置都可能還會加入 向技能施放順序的功能 來優化AI 並且提高玩家操作介入的策略佔比 而這款還是有點比照傳統上陣後的鐵龍對戰 讓玩家看雙方比拳頭互毆 而雖然有正法可以選擇調整 但我頭一次看到這玩意居然還能培養 這看到還是挺傻眼的 廠商走勢能在玩家意想不到的地方 發揮意想之外的創意 而角色本身也有套入國家陣營跟個性的機制 陣營也就是所謂的五型屬性 還有一個無屬性 如果是放同屬性的話 加成就會比較高 帶來更好的收益 而無屬性可以無條件的施作同屬性來用 也就成為這遊戲中最萬金融的角色 像初期贈送的那個截盾 看上去挺不中用的 但好歹他也是個無屬性角色 而個性可以進一步加成這個陣法的能力 讓玩家在橫向的排兵步驟上 多了一個縱向的選擇 不過這些也只算是個井上的天花 畢竟推圖遊戲的本質 還是得回歸戰力數值 但有依說依 這雙方的對陣確實還是保有一定的隨機性 扣除掉比拳頭戰力大小以外 我在嘗試同個隊伍完全沒動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靠凹技能釋放 凹暴擊傷害來打過去 這其實代表廠商也不算是完全的擺爛 而其他玩法就是常見的 支援、爬塔、BEP、分陣營的機制 並沒有太多的創新或內容深度的拓展 再來講講這個角色的利惠 畫的風格其實也是非常的多元 像是日系、韓系、寫石等 也是走一個各自奔放隨意發揮 而角色的種類其實也很全面 常見的獸娘、機甲、蘿莉、魅魔、魔女等都有包含 也真的做足了銀河國際XP市場的準備 如果再來一個黑美人魚 那肯定是正確無比了 而雖然作為一個略微Q版的3D建模 但其實還是挺精緻的 本身也很貼合利惠 還原度很高 美術在這方面還是有下功夫的 而養成方面 首先左上那個評價請無視他 千萬不要依據那個去養角色 因為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看利惠好 看漁夫好去投票 可能游隊大奶就是無條件無性好評 搞得可能有些SR的卡評價比SSR高 或者男性角色不如女性角色 但其實低星角色的天生基礎能力就是比較差 長遠來看的話還是會被重置的 而除了等級以外就是常規的裝備跟天賦 但因為資源也有限 初期光是養等級的就不夠了 其他那些肯定是顧不上的 而這個升星是採用合成升星的類型 而我們也可以看圖鑑 最終的等級是400等 並且可以突破5階 廠商也是既可能拉長養成週期 來延長遊戲的壽命 但說實話 我真的覺得這個升星機制很坑 並不是什麼好文明 跟抽碎片是差不多噁心 之前我在永恆靈魂也抱怨過 而當時可能會有人覺得不少老遊戲也有 所以可接受也覺得並沒有什麼 但時空背景不同啊 過去的遊戲可以這樣搞 實際上當時玩家選擇少 遊戲的玩法還算新穎 所以即使坑點多 還是有很多玩家願意買單 並且靠老玩家撐到現在 但現在遊戲的選擇越來越多元 還敢採用這種方式 怕是玩家還沒看到鏡頭 遊戲鏡頭就先到了 尤其本身沒有IP 或者強大的後盾支持的話 熱度的退燒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你投入的金錢與時間 可能很快就會公告沉默 像強如永恆的靈魂 雖然它有Cococ Games的加持 但營收跟熱度 還是持續的在往下掉 那回歸到這個遊戲 其實它的養成也很快就會卡鏈度了 我大概在第二天玩的時候 就很明顯感受到瓶頸了 廠商對於無刻的資源 倒是掐得蠻屎的 而雖然它也有角色同步器能使用 但廠商其實挺賊的 一般這種機制 都是選5-6個養成角色來平均等級 後續玩家只要花資源開格子就好 而這款它是採用養一綁一的方式 變相強迫女必須養更多的角色 將遊戲的資源才能變現賣出 也是典型的飢餓行銷了 左手創造需求 右手供給需求 雖然大家也都這麼幹 沒想到你還能這麼幹 而個性方面 不知道是廠商急於回收成本 還是對遊戲品質有強大的信心 又全都他媽的是各種變化多端花樣擺出的創意禮包 時不時還會彈出個廣告 噁心你一下 且為了讓你能刻出尊爵感 還搞了一個VIP權力樹狀圖 當你把這些買完 就能當上韭菜王之一 我們可以簡單來算一算 永久會員是230元 接著就是市檔位的通行證 廠商很貼心 一起買還打7折 根本賺爛 買完差不多1200元左右 再來就是解鎖這個8000的積分 就是所謂的消費紅利回饋 但它是有指定消費類型的 初估的話又要花3500元才能達成 你也可以直接買廠商貼心準備好的限定禮包 一次到位成為英雄 上面這樣全部加起來就大概近5000元了 而一代王冠必成其重 記住 這只是每月的基本維護費而已 除了那一次的永久性會員 其他都必須每月固定投入 才能維持這個9隻王的頭銜 如果你還買不夠 還可以再加買兩款的通關禮包 小小的1300元左右而已 再來三款收集禮包 也是小小的2000元左右而已 讓你感受花錢的快樂 接著這個抽卡 10抽約在650元左右 保底的話是30抽 而剛提到的終於角色 出貨率是最低的 如果你抽中的話 就是那0.008%的天選之人啊 建議你快去買一張樂透 但別忘了 光那養成身心就夠你魔了 抽中只是個開始 並不是結束 其他就是各種亮大廣寶的禮包 是不是每次看下來 都感覺各家廠商自信爆棚 覺得自己上自己也行 但他們似乎都忘了 當年隔壁小王增天下 是靠天使地利與人和 當然也有可能這一切 只是廠商的故意不小心 畢竟遊戲上架是國際版 斷槍打鳥 總是能讓不賞又互落網 像近期比較典型的就是 馬賽克英雄 再來講講這遊戲的一個小問題 遊戲在開服沒多久 就已經一堆人抵達最後面的幾關了 雖然我們有花太多的時間 投入這款遊戲 畢竟放置的精神就是 打不過就是睡覺等明天再戰 完了這兩三天 也就是直到第九章而已 並不算多快的進度 但回頭去看排行榜那些人 顯然並不是靠什麼正當手段推圖的 一堆戰力點進去都比我低很多 甚至該點什麼天賦都沒有點 這已經不是什麼跨戰力推圖了 就是個月飛打關公 純屬瞎扯 最後就是韓國隊這款遊戲的評價 第一個 作為2023年推出的遊戲 每數像是2014年推出的七騎士 或者更早遊戲的感覺 雖然我是覺得沒到這麼慘 但一款在2023年遊戲 被拿來跟9年前的遊戲比的時候 本身格局上就輸得挺慘的 故事完成度低 這其實倒是 畢竟像語音後面都簡配了 以及故事的世界觀跟後續 其實都挺有那種爛俗的王道感覺 另外有種中國量產遊戲的感覺 這其實我覺得還好 就是大動小異 再來就是各種的BUG問題 彷彿遊戲沒了應援管理的樣子 放著擺爛 以及課金比例過重等 其實廠商還是有在發罐頭公告的 並不算完全擺爛 但很多問題像是支援取得 這其實都在內測階段就能發現避免的 但你要說廠商不知道 我是不太相信的 不少廠商都是有意而為之 瘋狂試探用戶的底線 初期賣高價削比 後面微調再賺口碑 這一台一將 只不過是廠商精心不絕的計畫 有種像是永恆靈魂的下位替代版 可能未來會有所改善 但如今很多玩家 都是在等待26號上架的崩鐵 這款遊戲未來勢必會漸漸失去討論度 雖然我不知道一款放置遊戲 為什麼會拿來跟類戰機遊戲比 兩款遊戲的目標用戶都不是同一群人的 但說實在這款遊戲 真的也只是個泡影 不會被記得也不用去記得 結論 我便便的錢包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韭菜 是個過客 其實我原本玩起來 又有一種永恆靈魂的即逝感 結果查資料發現韓國人也是這麼想的 但老實說各方面的完成度上 我是覺得永恆靈魂還是高出很多的 而且真要比爛的話 某款打卡拉物語才是爛到讓我無語 真的是既吞食天地放置版 又一款跨時空的驚人之作 而放置遊戲一款接著一款書 大多數都是對主流玩法的致敬複製 並沒有太多的驚喜之處 玩法美其名都是在節省玩家的時間 代價僅僅是付出金錢來交換 一切看是合理又好像哪裡不合理 你工作少了薪稅拿得少 很合理 畢竟有勞才有得 而玩的時間少了體驗的內容少了 給玩家的課金需求卻不減反真 這買賣想想好像都只有玩家血虧 而廠商賺爆 當然如果你是個平常娛樂費 就是別人年薪的課金代表 那沒事我們感謝有你讓我們遊戲玩 而像最近入版的重返1999 他開了課金封測被噴得稀爛 也是在課金的機制跟養成上出了大問題 但我覺得其實他也是挺碎的那種 明明有一狗票比他更吸血更毒更爛的遊戲 但只是因為他帶來熱度高 所以被推上風口浪尖 如果當初這個廠商是在國外退出 那八成就沒什麼事了 畢竟YT上都很和平 並不會有這麼多人去在意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